HELLO 大家好,這裡是Jayden TV 今天呢就要來做一件非常麻煩的事情啦 就是我這個手機啊 它好短短,然後突然間就 一直充不到電了 後來我就換了很多這個數據線來試啦 它是Type-C的 後來也是完全沒有反應 然後我就知道是它的那個 裡面那個電板壞了,這個洞 這個洞已經不能再充電了 所以今天呢,我就買了它的這個充電來自己換啦 所以我現在就看看我能不能 成功的幫它換這一塊東西給它順利的充電 就是這樣,現在這個電話已經是完全沒有電了 首先我就要把它撬開 然後我還有準備了這包工具 應該是用這個 應該是用這個 應該是第一次做這種事情 趕趕來 然後我們可以用這個器材 來自開對 來自開對 我們會用這個器材 然後我們可以用這個器材 來自開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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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,所以它的後面就是這樣子的啦 接下來我就要把這一塊給拆出來 就有它的螺絲 OK,它的裡面就有這一片東西 然後就把它取下來 OK,現在這片東西已經取下來了 然後接下來我就要換一片這個新的上去了 好,OK,OK,OK OK,OK,OK OK,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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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OK OK,在鎖螺絲之前我就要去確認一下它有沒有進電 正了一下 OK OK 鎖螺絲已經成功打開了 所以我現在就要把那個螺絲轉回去 好,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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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 ok 然后最后就是把壳盖起来 然后再把我的信卡放进去 继续 cross the fur OK,所以过一阵子我们再来看它到底有没有充到电了 OK,过来一阵子它的电已经上到2%了 然后我现在就试下开机了 OK,过来 OK,已经打开了 然后可以看到它这里已经是有写着差距3% 所以今天总算是成功的修好我的手机了 今天的心得就是我又省了几十块钱 不用去给那种修手机的电修理啦 然后这个东西YouTube也是有教学的 如果你们有遇到这种问题 其实是可以尝试自己去画面 不过不会的话就不太建议 OK,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我们下一个影片 我们下一个影片